对于安华要求采购案必须招标 还要公务员加入改革阵营 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拍手叫好 还承诺公务员已经准备全力配合 不过他们也提醒了 要改革成功 政府最高领导层必须以身作则 同样支持禁令的还包括 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 丹丝里阿战巴基 他表示直接谈判的采购案 不止滋生滥权和贪腐 甚至助长委任亲信的蓬党歪风 有鉴于此 财政部早前已经针对采购过程 制定一套作业程序 各方有必要遵循相关系统 反贪会也和财政部携手推出诚信契约 投标方必须承诺是透过零贪污的方式 获得政府项目 添加回乐 榜费